各位吳太太主婦生活的朋友們 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今天早上大概十點多的時候 我老婆說她要出門去買今天的早午餐 那結果買著買著買著 我再次看時間的時候都已經中午十二點半了 她還沒有回來 那最後大概下午快要接近一點的時候 我老婆開開心心的拎著今天的早午餐 還有身上包了一個大箱子 會到家裡面來 沒有錯 今天就要為大家帶來一個簡單 不專業的開箱文 那我們要開箱的是什麼東西呢? 我老婆今天到底從外面買了什麼東西回來呢? 這個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一個烤箱 那這個烤箱 是在哪裡拿到的? 等一下在影片的最後面會跟大家講 烤箱是在哪裡拿到的 先從外觀 我們來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烤箱到底是什麼東西 哪一個牌子呢? 首先呢這個商品的名稱叫做 Toffee的電烤箱 那它是一個日本的公司做的 這個公司的名稱呢 叫做 Ladonna 我們到時候會把這間公司 Ladonna的網站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進去 到他們的網站稍微看一下 那這間公司 Ladonna 它其實有出很多不同系列的商品 那其中一個系列是叫做 Toffee的這個系列 它的系列商品當中 除了有咖啡機 什麼鴨圖絲的烤麵包機 烤箱等等一大堆 那今天我老婆買到的 拿到的是這個 電烤箱 那我們現在 就先來為大家做一個 開箱 首先不管打開 任何一個東西 只要是新品 開起來的時候 裡面的那個氣 一定要好好的吸一下 好 它是用保麗龍固定在裡面的 那在盒子的正上方 首先 有一個它的 產品使用說明書 以及 這個很貼心耶 它裡面有一個Recipe Book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烤箱 烤出什麼樣的食品來 它有在這個小手冊裡面寫 你們如果有買的話 打開來可以參考一下它裡面的內容 好比說水煮蛋的披薩吐司 是啊 香蕉楓糖堅果的法國吐司 到鮭魚 它可以烤炸雞 它也可以加熱 麵包 焗烤飯 餅乾 等等的 它都可以烤 想要看吳太太煮什麼 烤什麼 請在下方留言 之後有興趣的話 可以做給大家看 那在這個產品使用說明書 跟這個Cooking Recipe 拿開之後 下面就是我們烤箱的本體 那我來把它拿出來 大家如果有買回來的話 記得拿出來的時候要小心 它的盒子裡面 有兩個烤盤 那這烤盤是沒有固定在一起的 所以記得不要敲到腳 還是不小心撞好它 OK 東西拿出來之後呢 我們先把它的塑膠套拆囉 哇 好 Ladonna這間公司所做的Toffee烤箱 它的公司 Ladonna其實是日本的公司 但是這個商品 其實它是中國製的 它的包裝上面有寫 它是Design in Japan 但是是Made in China 如果你不介意 中國製造的電器商品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還不錯 要兩種顏色 這個顏色呢 叫做蘋果綠 那也有人說是馬卡龍綠 當然可能很難從這個畫面上 看出來它的顏色是怎麼樣 但是其實非常非常的漂亮 很溫柔的一個淡綠色 那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 蘋果綠以外 另外可以選擇的顏色是蜜桃粉 那蜜桃粉 是什麼顏色 老婆你把你那個拿過來 把那個拿過來給我 那盒 快給大家看一下蜜桃粉是什麼顏色 蜜桃粉呢 大概就像我們平常在戴的這個口罩 它的這個粉紅色 那顏色實際上可能會比它再淡一點點 再白一點點 這個是蜜桃粉 好 那這個 TOFFEE的烤箱 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在我們介紹到它特別的地方之前 我們今天稍微分享一下這個實際的尺寸 大概是多大 根據產品說明書 這個烤箱呢 它的長度 是26公分 寬度 也就是它的深度 是24公分 那這個高度 從頭到腳 不包含這個腳座的話 它的高度是32.5公分 那如果你說26x24x32.5 大概是多大 你沒有實際的印象的話 它的size 大概跟一個骨灰毯 差不多一樣大 大概是這個尺寸 那這個LADONA COFFEE的烤箱 有什麼特色呢 除了它的顏色以外 首先 因為兩個旋鈕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復古 非常非常的可愛 那這兩個 那這兩個旋鈕分別代表什麼呢 在你左側的部分 其實是它的活力的選擇 瓦數的選擇 輸出功率 那它只有三個活力 分別是250W 650W 以及900W 簡單來說 有小中大 這三個活力可以讓大家選 那除了火力以外 旁邊這邊 另外的旋鈕呢 就是它的這個計時器 那它最長的時間 可以計到15分鐘 15分鐘到了之後 就會 有很可愛的 叮 像收銀台的那個聲音 那其中有一點 我自己比較不了解 現在也沒有辦法確認 是它這三個火力的選擇 到底是 到底是怎麼樣去分配它的火源呢 因為它的火段 有三個地方 在正上方有一個火源 在中間有一個火源 在底下有一個火源 它有三根加熱管 那我剛看說明書 它說中間這根管子輸出的瓦數是400W 上面跟下面分別是250W 所以當你火力開到最大900W 等於說三根管子都在同時加熱 可是 如果你今天開到 好比說 最小的250W 那我不知道到底是上面加熱 還是下面加熱 因為上下是各250 那你今天開到中間 650W 代表400W的會開 中間會開 那上面跟下面 哪一個會開 不確定 所以到時候 我們可能還要實測 實測完之後 會再把這個 成果 結論 跟大家報告一下 但這是它外觀你們可以看到的東西 有兩個旋鈕 那它旋鈕的設計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愛 比一般傳統的那種樣子 來得好看許多 那拉門拉開之後呢 就是大家看到的 兩層的這個烤網 那來的時候 都有附一個像這樣子 正方形的這個鐵盤 那它的大小大概多大 大概一個巴掌大 但是應該就是一片吐司 然後再稍微大一點點的尺寸 嚴格來說 你沒有辦法烤太巨大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 上下分層的這個設計 其實真的非常的不錯 以往傳統的烤箱 它是屬於那種橫的 比較矮一點點的 那你們家裡的廚房 如果像我們家的東西很多 你放在角落 你要烤不好烤 這種比較高 但是體積相對比較大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適合 小隻的族群 或者是空間比較少的人 可以做使用 這是它雙層的這個設計 經過了這個簡單的分享跟開箱之後 吳爸爸這邊給大家下一個結論 首先它的這個雙層 然後比較高的這個設計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很適合在空間比較狹窄的廚房當中做使用 那它這個可愛的外觀 加上繽紛的色彩 時尚的這個顏色 也令人非常非常的討喜 重點是它的價錢是多少錢 不過我剛剛稍微上網看了一下 在伯克萊的網站上面有在做販售 這個好像大概2000多上下 好像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全聯 稍微看一下 吳太太她是用福利點數 還有 現金 加購 所換來的 那她到底加了多少錢 她沒有跟我講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網路上面大概賣2000 上下左右的台幣 如果你覺得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上網買啊 還是去實體店面買一買 那底下會有她的這個官方網站 讓大家聯絡去稍微做個參考 那現在台灣的露天啊什麼 其實應該也都看得到 那對我來說 不管是 冬日早晨的一杯暖咖啡 還是忙碌下午的一片烤吐司 Tofi都能為你帶來 一點點甜蜜跟幸福 以及營造出寧靜跟舒適 的這個生活感覺 非常推薦給 現在坐在手機 或者是電視機後面的你 趕快去Check it out 看一看 Tofi的這個 電烤箱 這裡是 吳太太 主婦生活的頻道 我是吳爸爸 她是吳太太 我們下次見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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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